非常高兴认识一些新朋友们 我看一下画面有没有更多的同学们的脸 我想要大大的感谢ACI这个平台 还有整个团队 以及非常感恩 他们让我可以触碰到更大的一个家族 那我希望对我们所有人而言 这个课程都会很顺利 那这边有一些朋友们请我 去开始整个ACI的基础课程 就是从一开始去开始教 有同学在聊天室说听不见 请帮助一下 那有一些同学其实已经完成了 最后的五个课程 五门课 那甚至有一些回顾的课程 但他们仍然要求想要重新去上前面的三分之二的课程 因为他们想要把那些细节都更加的仔细去学习 因为他们在过去那五堂精华课里面 在学习的时候会不能理解 要知道你整个课程完成了 你再回来看 再回来重温的时候 才会发现它多么的丰富 那我一直在分享这一些ACI的基础课程 从2000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也数不清我已经重复重温了多少次 而每一次我重温 每一次我再去分享这些课程 我都会学到更多 所以我想要请大家都来这边上课 那我想要知道 在座有没有同学在上这一门课的 是从来没有上过任何ACI课程的 就还没有上过任何ACI课程的 有吗 有一位 两位 我在看那个荧幕图库 好 所以至少目前在座有两位同学 是新同学 那这两位同学 这两位 有没有 拼不明白 当我说 你有没有听过笔的故事这句话呢 你有没有听过笔的故事呢 Raymond老师还有粉红色衣服的同学 好 所以都有听过 所以至少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是真的完完全全新的 这个对我很有帮助 但是呢 无论如何 我还是会在这个模组当中去分享的方法 是仿佛我都当你们没有听过那样去分享 所以我会在分享当中对于我的用词非常的精准 然后去给出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给出那些含义 那我们也会学一点点藏文 不是在文本里面 因为我没有办法读文本 可是比较是用那些拼音去学习 那因为藏文已经是一个将要没落的语言 那所有的文本却又是在藏文 因此如果在世界上如果再没有人读得懂藏文的话 我们就会失去所有这些智慧 所以让我们一起种下种子在自己的意识里面 去持续看到某人能够读懂藏文 所以因此我们也来学一点藏文 那我先道歉我的能力是负详的 就是我的语言能力是负数值的 不太擅长 那可是我希望帮助大家 我们一起来种点种子 当我开始ACIA的基础课程系列的时候 从一开始 我会喜欢从这一个特定的练习 练习的模组开始 因为它会给我们一个概观 就是这一些ACIA的课程 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 基本上 从这一个功德之本送里面 它会帮我们学习如何去练习 用一些帮助我们转化的方式去练习 转化我们这一些受苦众生像我自己 把我们转化成一个证则 那也许经历了很多很多生事 也许需要还很多个生事 或者就在这一世就能够转化 这个取决于我们的动机 起心动念以及努力的程度 那我假设既然你来到这一堂课 是因为你感觉到某程度上有不满 就是对于你的世界 有某程度的不满 就是在你的体验当中 也许甚至对你自己有不满 而在内心深处 你相信 这一种不满 是一个错误 而且必定有一个方法 可以去终结它 那我希望 透过分享 这一个特定的修行模组 会让你看到一种潜能 就是整个ACI完整的系列课程 能够提供给你什么 而我也希望对你而言 你会从当中找到 你所寻觅的事物 如果你发现 它跟你没有共鸣 那也是OK的 没问题 你可以说 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我 所以不要觉得 你必须得要承诺 去做 去完成所有的ACI课程 只是因为你来了这一堂课 就得要完成那些课程 不用这么想 我邀请你来到这一堂 即便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好像不太适合我 可是也请你 去承诺完成这八堂课 那所以在这一个月当中 我们会一起努力 去 尝试 然后当你真的 这一个月都努力尝试过了 八堂课之后 你觉得仍然不适合我 没关系 我们已经种下种子了 这就已经很好了 那如果对你来说 是适合的 那我们的传统就是 你会去 提醒更多的教导 所以 即便 我有去 承诺去教十八门 基本课程 但我也觉得 我们 不一定会从一个模组 就继续到下一个模组 所以记得 每一次你都要齐齐 每次你都要要求 因为我们 如果对方没有要求的话 我们是不能教授的 所以 从我的方面 当学生 他们在议事里面 当他去提醒教授的时候 他的头颅才会打开 他的头盖才会打开 我才能把那些知识 那些教导放进他的意识里 是这样的运作的 所以我先给大家一些背景的资讯 这个课程 叫做 道次第 修行 模组 那道次第 就是这个修行道上的 次第 但其实他在说的就是 从一个受苦众生 一直到达 证悟者的 这个中间的次第 那我们 在用一系列的 占理文 就是在 英文 就是这一本 就是这一本 我们用的经典 叫做 功德之本颂 那在英文 它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我一切善之源 因为这一个就是 我的所有教导 的第一句 所以这一个 概观是非常简短 也非常的 精华 就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修行 什么样的练习 才能够完全的转化自己的世界 我们要怎么做到呢 在四四或十五纪送里面 如何 可以 讲到那么丰富的 修行内容 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精准 非常浓缩 就是 我们可能第一次 只能理解到某个程度 然后第二次 重温的时候 又可能可以 更深层的理解 然后再重复练习的时候 再重复重温 又会更深 所以也许我们需要 无数次的不断 去复习 那它是由一位藏地 的僧人所写的 它叫 中卡巴大师 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这个我之后会再回来给大家看 那我只想要让你看到第二行 中卡巴的全名 它是出生于1357年 然后原籍于1419年 那在ACI所有的课程 我们都把它像一个咒语一般 一直重复说 我们的上师 中卡巴大师 生于1357 原籍于1419 那我们看到 他的人生 他的生平 他的年代 其实他并没有非常的远古 也算是蛮近代的人 那 他是格鲁派传承的 创始人 就是在佛教里面的 四大学派的其中一个 仍然活跃到今天仍然活跃的 其中一个学派 格鲁派 那在他的年代 他发现 那些在寺院里的教授 充满了很多的 冲突 跟矛盾 所以他就决心 要去把那些事情都厘清 因此他可以去取用 很多的图书馆馆 那可以去用到一些 更加古老的 广场 那他也 与很多的伟大老师 有接触 而且他也能够 接触到一个 非常 非常敏锐的意识 去做一些 辩论 好让他能够 锻炼自己如何使用逻辑 然后就变成一个 非常 有名 然后也非常受人 敬仰的 辩论 僧人 当他去 翻出这一些 这个传承里面 很多的错误的地方的时候 他都会去把辩论 辩清它 他写了非常多的论事 关于很多的佛学经典 关于佛陀的一些经典 然后他的著作是非常深奥 也非常长的 那很不幸的我们在论事里 也有对他的论事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当中找到 我们能理解的论事 那我非常地敬仰 和麦克 那因为他可以去检查 所有的 这些经典 用不同语言的版本 然后去 使用 然后去翻译 然后再把它分享出来 跟其他人 像我本身这样的人 所以我 我本身不是学者 我只是拿了 我所接受到的 教导 然后把它送给你们 直接就这样转手给你们 所以我希望 你可以感受到 你也能够跟别人 去分享 不一定要在一个像我现在上课 这么正式的场合 可是在我开始的时候 我就会去上一些课 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他们在课上是讲什么的呢 然后因为我有记笔记 然后我就对那个人去 分享我的笔记 然后我们就去讨论 然后这种种子 就让我今天来到这个课上 去分享了 所以请你也开放这样的意愿 去跟别人分享 你分享你所学到的 如果对方有兴趣的话 如果他请问 就是他提醒你去跟他分享的话 但当然至少你需要跟他分享说 我有去上一些课 对我影响很大 很有得意 可是你不需要在那边跟他说 我跟你说 坐下听我说 你一定要听我上课上了些什么 不用这么做 然后只需要等待他们去邀请你分享 然后就敞开你的意愿 那在ACI 这个ACI 它是由葛西麦克罗区 创立的在1990年代 因为他想要去分享 他学习到的那些内容 就是他在寺院受训的时候学到的 所以他在他去做自己的 那个大剧中的辩论的之前 他就已经开始教授了 所以为了让你的格西 学习也能够成功 你也应该在当中就开始去教授 开始去分享 所以他是特别得到一个允许 就是在他毕业以前就能够去分享去教授 因此也有人来提醒他教授 所以他就在纽约的市中心 创立了ACI 然后也开始了整套的ACI基础课程 所以他开始的第一堂课就是ACI 而不是这一个练习的模组 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练习模组 是他最后才教的 当他开始教授的时候 其中一位学生 John Stilwell 他的朋友来自加州的一位朋友 有问他能不能去把这些教授录下来 然后当然格西迈克就答应说可以 然后那个问的人 问想要这些录音的人 就是敬美尊者 对就是他 所以如果他当初没有这么问 John Stilwell会不会想到说 把他们录下来呢 那如果他们当初都没有录下来 我们就得要 依赖那些有上过课的学生 去跟我们分享这些智慧 但因为当初他们有把它录下来 所以这个系统就进化成 用这些录音录影 以及那些阅读材料一起去分享 当时那些录音是用磁带录音的 大家还记得这种卡式磁带吗 很古老的东西 那因此 ACI就开始发展成 这些完整的教师培训课程 就因为有这些 原始的录音 而让允许我们能够做这些培训 格西的学位 是一种藏地的寺院完整的 培训 那格西迈克他的寺院培训 是透过瑟拉梅瑟 是一个格鲁派的学派 那是一个西藏的传承 那是现在它位于印度 那为了要得到这个格西学位 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非常艰难的训练 一般来说要20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需要一些背诵 背诵那些经文 就是他们刚开始去学习的 那些经文都要先背下来 然后 在被教导这一些经文 是什么含义 然后还有很多小时的辩论 去辩那一些 受到他们拿到那些教授的 文本的内容 所以他们要把那一些 文本的内容 从内而外 从外而内 全部都要咀嚼过 然后自己去弄懂 到底真正是什么意思 然后去 给自己去寻找 当中的真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系统 因为你会跟别人一起合作 去弄懂某一些事情 真正的含义 所以你会互相帮助 对方去更深的理解 理解得更好 而因为你在帮别人去理解 你自己的智慧自然就会增长 因此在ACI的教授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也会去学习这种辩论 当然可能 没有办法辩论到底 可是至少可以 以我们能力范围以内去尝试 这一种去清晰思维的方法 去学习 并不是每一个僧人都能够完成 这一种学术性的寺院训练 在寺院里面 他们也会有每一天的祈祷 每一天的冥想 每一天的服务 那有一些僧人 会选择其他这几项的方式 去成为他们专注修行的方法 那有一些其他的僧人 就会把心思放在 专注在格西学位的课程上 那在这个学位课程之后 就会有一个机会 可以进入更高阶的密序学院 但为了要得到这个资格 进入密序学院 你需要成为一班当中 最高层级最高的两位格西 然后你才能够接受灌顶 去得到这一些修行 那因此在整个格西的培训当中 那么多人当中 只有寥寥的几位 能够有这样的祝福 可以去传承这个教授 ACI的课程 因此就是为了 这一些非常艰苦 的学习而去设计的 而把它稍微调整成一种 更加西方适合现代人 去学习的方法 即便在我的年代 在加州 我们的教育体系 已经在没有那一种 要背诵的部分 我猜我的父母那一代 仍然有需要背诵一些 学科的内容 可是据我的记忆 我的年代 已经不需要去背诵课本了 那格西老师并没有坚持说 我们一定得要背诵 那某一些少数的一些内容 我们是需要背诵的 可是在我们的体系里面 我们会使用的方法 就是作业测验跟期末考 所以我们每一个正式的课程 都会有这几个部分 以及一个冥想的功课 然后它就可以引导我们 去重复复习 我们学习到的内容 至少三遍 超过三遍其实 然后再给我们一个工具 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 去与别人分享这些内容 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 工具去学习你的ACI课程 就是跟你的朋友一起分享 做好跟你的朋友们 一起去写功课甚至 这一个模组并没有作业 或者是测验 或者是期末考 大家可以先松一口气 所以这个是训练我们的承诺 就是承诺你每一天 至少冥想10到15分钟 拜托 可是如果你最后决定要继续学习 去到真正的基础课程里 那就会出现作业 测验 以及期末考 而且你是必定得完成 所有这些 然后才能到下一门课 那这些课程是为了教导 一切我们需要知道 来达至证悟的内容 我们不需要懂藏文 我们甚至不需要成为佛教徒 所以这个课程其实并没有 大家想象的那么繁重 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 这些原则 应用在我们自己的 灵性修行或者自己的宗教信仰里面 把它深化 所以即便我用的语言 用词可能听起来 好像我在预设说 你是一个佛教头 但我并没有这样的意图 你也不需要成为佛教徒 但如果你已经是佛教徒 那你就会学习到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佛教徒 那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去承诺自己成为一个佛教徒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受戒仪式 就是受归戒的仪式 就有点像你去受洗一样 好 那我再给大家一些我个人的背景资讯 那我首次是在1989年 遇上佛法的 就是当时我被邀请去Geshe-Gelson的 在大家洲的一堂课 然后他就在一个长周末的时候 给了一堂课一个教授 关于通论施授法 那这个练习 是一个在冥想坐垫上或坐垫下 都能使用的 利用你的呼吸 以及想象力 去 拿走痛苦 压力 就是我们看见在自己世界里面的那些 痛苦压力等等 把它拿走 然后取而代之 给予爱 和慈悲 那我当时什么都不懂 完全没听过这个练习 然而 当中有一些让 非常吸引我的东西 因此我就开始练习 整天都做这个练习 然后Geshe-Gelson 在那里的时候 他就说 像 达赖喇嘛 在两年后 要来到土生 他会教 那个入菩萨行论的 内容 当时我根本不认识谁是达赖喇嘛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菩萨 可是我一听就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就把票买下 我就买了飞机票 飞过去 然后他们跟我说 你得要有一些背景资讯 背景的认识才去听这些教导 而它不是一个公开的课子 那因此当时 在亚利桑那大学 就有一门课是基础佛学入门 因此我就在那边上了一年的课 我就学到了关于业力跟空气 就是一个每周一堂课 一些非常神圣的教授 非常深 我也并没有理解当中所有的内容 我基本上一上课 我就经常打瞌睡 可是呢 我和先生就加入了一个 大局的 大局派的佛教中心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各地上课 那有一些教授 是由藏文 然后透过英文翻译 在上课的 那过了这么几年 我们在信箱里面 就收到一个宣传 就是用英文教授的能断金刚经课 这个就是在那个宣传单上这么写的 是由 第一位得到 上帝的格西学位的 美国人格西迈克罗区教授的 然后我就跟先生 David说 这个很酷耶 英文教授耶 我们去吧 那这是一个两个周末的教授 那大家都知道 格西迈克 教授的能力 是他能够让你 这些现代人听得很懂 所以David和我两个人都觉得 哦 原来一直在听的课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过去五年一直都在学习佛学 然后最终我们才觉得 哦 终于懂了 然后我们就 报名更多一些ACI的课程 然后呢 格西迈克以及其他的学生就 选择在亚利桑那 去做他们的大闭关 那可是呢 他当中会有 每周 两小时的教授 那因此我们就去到那边 也同时支持那些闭关 帮忙去建那些闭关小屋 然后每个周末那些 老师们就会来教授 教授这些复习课 然后包含有 静美尊哲 然后还有 Kiki尊哲 可能大家还不认识的 大部分可能没见过他 然后还有 Winston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修行者 那David和我 就去上了15门课 就是透过远距离的 去上完的15门课 然后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到当地 在现场跟全班同学上课 好 可是Mike 进入闭关之前 他就说 我想要在出关的时候 教接下来的 接下来下一阶的课程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所谓的下一阶是什么 可是我们仍然有同样的 那个感受 我们需要它 无论他教的是什么 我们都需要 所以我们感受到这个召唤 然后所以我们要确定 在亚利桑那 他们有一个地方 能够做教授 这完全是来自一个 自私的动机 因为我们想要 想他在亚利桑那教课 那所以机缘巧合之下呢 我们就最后 也把我们的事业 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也在钻石山那边 买下了一些地产 当时候那边非常荒芜 可是就会 我们就需要很多的人 来去帮忙建 那个寺院 就是那个 庙啊 跟闭关中心 然后最后它就变成 现在的钻石山 然后我们 几乎要在那边 全职的待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忽然就被 召唤走了 然后却在同时呢 又有四五个人进来 对不起 那边有需要 四五个人的 工作量的事情要做 可是当我们 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都会尽力去做 然后当然也有 其他人来帮忙 然后钻石山 就这么慢慢的成长 然后我们不断的 建更多的 地观的建筑 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进入三年 大闭关 然后我们在 2014年完成了闭关 然后移居到 土森 然后我们就开始 教授这些课程 就可能刚开始 两到四个人一班 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开始了 然后后来就变成到 Zoom 然后就这么的线上课程 就一直发展一直发展 所以 直到现在遍布全世界 好 好 我基本上都会在 新马台时间早上9点开课 尽可能准时 那我们开课的时候 都会用我们日常的 祭祷文跟观想来开始 那有时候 一堂课一开始就会立即 进入一个引导冥想 但有时候开课的时候 会先进入教授 那这个模组里面 每一堂课 都是会结合 有引导的观想 冥想 以及去学习 这一些练习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这一些冥想 都会是一些复习的冥想 也不是我们要尝试达到 极尽的冥想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觉得自己 还不是很擅长冥想 的话 不用担心 这些都是一些观想 练习 去让你去建立一个故事 然后当中会有各种的讯息 在这些故事当中 然后你就会学习到 整个课程的剧烈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片段 自由的组合去定义 你自己的练习 如果我们在课程开始的时候 做冥想 而你迟到了 就会有人需要被打扰 然后允许你进入这个Zoom教室 或者他们选择不被打扰 然后不让你进来 所以请不要下这个赌注 会不会打扰别人 不如你就每一天 每一次上课都提早进来 拜托 确保你不会错失任何的内容 也不会打扰任何人 那当然我们都还是会有录影 回放 所以如果你真的得要缺课 你会能够看到这些回放 但请确保你在上下一堂课之前 得先看完之前的课 有追上进度 这样才可能可以一堂一堂课的 建立起来 那我会邀请大家 先把你想问的问题留到最后 除非是关于说很紧急的 我听不见 或者是刚刚说的那个词是什么 就是这些简单紧急的 可以立即问 可是我不喜欢在我们一个长长的讨论当中 被一个你有的问题打断 因为我们最后也会通常留一个问答的环节 不一定每一堂课都有 可是我确保整个课程当中 会给大家问答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先写下来 让你不要忘记 然后把它留在后面来问 所以也许在我们课堂结束之前 如果没有时间给你问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关闭书之前 先把它放到聊天区 好让我先知道你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可以在下一堂课回答 好那这一切的根基 在于 理解业力与空性之间的连结 那业力也就是缘起 这个比英国法则要更多一些东西 那空性意思就是 自信的缺失 就是任何事物 任何人 任何我 任何我的部分 自信的自信的缺失 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 可以成为任何 在体验的人 认为它是什么的东西 所以把这两个概念 如果让它联姻起来 把它结合起来 我们就会看得见 不只是有可能 而是必定 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停止所有其他众生痛苦的一个个体 我们能够带给所有众生究竟的快乐 这听起来好像很疯狂 就是去说这一件事情是必定会发生 可是这整个课程的过程 就是要帮助我们 去解开这个谜团 然后去看见那个真相 去看见我们个人自己的 对于自己而言的真相 在业力与空性当中 没有任何东西 是会停止痛苦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对于空性与业力的理解 这个结合能够停止痛苦 所以这个结合 这个结合是让我们 展现给我们看 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的事情 都是一些 某些原因的结果 那些因 是透过我们如何感知自己的 思考 行为 话语 而创造出来的 那种体验 那种对体验的觉知 会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造成一个 一个名印 一个印记 然后它就会成为 某种结果的因 就这一种印记 当它呈现出来的时候 就会造成结果 而当中有包含很多很多不同的 因素 可是 总的来说 我如何感知 我自己的 深与意 对于他人的深与意 就会创造出 我未来的一切体验的因 也就是说 我如何选择跟他人 怎么样去互动 是一个方法 去让我去创造出自己的世界 不是在下一刻 而是 在究竟的层面而言 我们都是自己 世界的创造者 因此我们想要学习 什么样的行为 会创造一个因 去让一个平凡的世界 一个有痛苦的世界 以及什么样的因 会创造出一个 每个人都有快乐的世界 而这一个就是 我们被教导的 练习 去修行六度 六波罗蜜 去避免伤害其他的生命 然后在心中 要带着一个 更崇高的目标去做 某程度上 我们已经对自己 证明了 我刚刚讲的事情的 真实性 我不太喜欢真实性 应该说是一种可靠性 我们已经对自己 证明了 我们是能够 做得更好 我们是可以更好地改变 自己的行为的 就是透过 习惯使用 运用智慧 当我们越多学习 空性与业力的 结合的理解 我们就会更加有 智慧地 去选择自己的行为 那很幸运的是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决定 什么对我们来说 是有智慧的行为 什么是没有智慧的行为 因为有一位 全知的 个体 他已经把它全部写下来 给我们了 在我们这个传承里面 他有给我们 所有这些戒律 这些就是对于我们 行为的准则的 引导 指引 我们可以对他 做出承诺 去跟随那一些戒律 去行事 所以这些我们在 15门课里面都会讲到 那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 把所有的众生都带到 究竟的快乐当中 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所有众生的一部分 的一份子 所以想要自己得到快乐 是一个起点 好让你最终 能够为所有人带来快乐 因为最终究竟来说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最崇高的 快乐的模式 因为当所有人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都是同等快乐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快乐 它听起来好像很不可能 可是当我们结合空性与业力的时候 就会知道这个并非可不可能 而是无可避免的 一定会这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计划 去看见整个宏观的架构 然后如何把它实现出来 在我们接下来的八堂课 就是我们每周会有两堂课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 然后我们就正式来上课 这个就是我通常 会教课的方式接下来 好 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个几分钟 然后再回来 感谢观看